我们都七八十岁了 我们现在连房子都快没得住了 你说我们怎么办 他们大家肚子马上就生了 他们就把婚过来 他是个老师 他又找了一个人 他老爸给气死了 就被这事给气死了 从到现在为止 这个接待咨询就已经2477件了 觉得太难太难了 静静收看文机平安365 我们实在跑不了了 2017年4月6日 记者跟随几名老人来到古楼附近 寻找一处坐候鸟式养老的商家 叫亲人公社 候鸟式养老是现在的一种新型养老方式 就是随着季节的变化 老人们可以选择不同的地方旅游养老 当我们来到这里的时候 商家已经人去楼空 老人说直到今天才清醒地认识到 被自己曾经最信任的人给骗了 请了这些专家给我们讲课 特别有一叫李中如的 我记忆很特别深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我给你们老建设请到这儿来 你们怕上当吗 爷全说当然怕了 我们绝对怕上当 我们老建设静听这个什么的 我今天跟你们说一个话 吃了一亏又一亏 你看当时我还做这记录 没有纸 拿这小破纸给做的记录 应该说吃了一亏又一亏 完了回回吃亏 上了一档又一档 回回上当 最后一个就结尾横批叫继续上当 这意思说你们到这来应该不是上当了 这等于又骗我们 耍了一花招都让我们上了当了 那么到底老人们经历了怎样的骗局 商家又是如何一步步 让老人深陷其中 为此我们几经辗转采访到亲人公社 曾经的一名工作人员 他愿意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讲述出来 避免更多老人继续上当 2014年的8月份 然后我大学毕业之后 然后我就来到了北京 当然也是来求职的 就去拥合工的招聘会 找到了一个公司 名字叫做北京人寿康源科技有限公司 然后当时我就来到这个展位前 跟这个招聘聊起来了 他说这个公司首先是一个养生养老的机构 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老年人 达到一些健康 达到一些平安 然后给老年人带来一些欢乐 让他们去旅游度假 然后同时为他们服务的这些员工 也可以跟老年人一起出去旅游 当时想了这个工作还不算吧 我就选择来到这个公司 就是打电话邀约人 邀约我们的客户到那个木西地的一个国宏宾馆那里 在那里大概有几辆大巴车 把他们带到那个房山 在三度和四度之间有一个叫 云泽山庄的一个地方 带他们进行五天四夜的游玩 去活动的话 一个人需要交八十块钱 两个人需要交一百五十块钱 五天四夜的京郊游 两人一百五十元 就包含了所有出行费用 对于退休在家的老人来说 绝对是件好事 但是并不是所有老人都有这样的机会 想参与旅行要符合报名条件 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呢 大多数人我们这个群体里 基本上都是在北京 晚报啊 看的有一个那么一小块 你看京郊五日游 养老体验持续报名中 那北京后鸟是养生养老 北京那全面启动 你看还特别有什么六十六枚 什么什么这大 咱就说了这些写得很清楚 它条件还挺高的 必须要中级职称以上的干部 什么中高级 五天四夜的旅行 都有专门的工作人员 照顾老人的饮食起居 除了游玩 老人们还可以获得一些养生知识 我说都敢动玩 都听着迷了 他说他会治病 老人眼中 他是包治百病的神医 在座的你们都能 活到一百二 这背后到底隐藏着什么目的 平安365正在播出 因为我们的退休以后嘛 从来就没出流了 也没有听过这样的课 讲一些好多养生的 哎呦你没听过 我们有一个班主任还都听不直了 哎呦刚才讲得真好 然后呢都不想上厨厨所 都不想去世了 都得听我也是 哎呦我说都敢动玩 都听住迷了 而是会上放着那个 这个叫禅乐 咱就是佛教的那种 那种禅乐就那个 哎呦那让你听得出 这个家是特好 对 我一生信服 他说了我一生信服 我绝对不会坑害你们老年人 你们坑那老人就是 对 对他就说那句 你就是我们再生父母 我不可能 我的父母我特别孝敬 我不可能坑你们 世界上就根本没有 治不好的力 各位 在座的你们都能活到120 讲课的人叫张立吉 是亲人公社管理的负责人 在课堂上 为了让更多老人 信服他治病的功力 他还经常叫老人上台互动 另外他说他会治病 他说我是这个北京 这个总理大学 河北的总理大学 在那是什么 做客叫声是亲个男人 他摧毁他自己 他不是腿疼吗 坐那上台上来 底下坐了几百人 就拿着错 怎么样 他就该说了 他肯定当中门人说了 哎呦是有点热乎 您自个儿错您也热乎 您也不用他错呀 下午就开始出单了 让他们去办卡了 这个卡其实是重中之重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 当老人沉浸在旅行的快乐中时 一张收获的大网 正慢慢洒向老人 公司就是靠这个来挣钱的 就是让客户 办完卡之后 去他的基地去疗养 去养生养老 那个卡有二十万的 有十万的 有五万的 另外五万的卡 有保证金卡 二十万的话 就是让客户 办完卡之后 去他的基地去疗养 去养生养老 办这个会员卡 办二十万的话 可以让他们终身可以 在公司的基地 进行吃呀 住呀 吃和住 然后调养身体 十万的话就是一个人 保管他们五年的一些健康 他们五年内有什么疾病的话 都可以去 咨询呀 去调理了 所谓五万的保险金卡 商家告诉老人 出行难免磕磕碰碰 万一出事了 这就是应急的钱 但是如果没有意外 一年后就会退还给老人 每个人交五万的保证金 这个你一年到期 疗养期结束了 你就 我们把这钱送给你们 然后呢 他们去疗养去哪呢 比如说有去房山的 有去海南的 这个吃住 都是要自己再花钱的 而且我们这些老年人呢 说白了都是身体不好的 或多或少都有病 像我自己是一个乳腺癌患者 所以他一说 这个非药物疗法 又不打针 不吃药 还能调理 又能让我达到 那个康复的做 所以我当时就 哎呦满怀的心血 可找到这么一个 好像救命恩人似的 让你们看病 那个不吃药不打针 然后呢 因为我爱人有病啊 他就听了这个 就说不吃药不打针 然后病好了 就就要动心了 咱们也去体验体验的吧 不吃药不打针 就能治好病 养老基地提供的 健康养生服务 不但可以调养身体 还可以治愈疾病 这正是众多老人所期待的 但是名额很紧张 他们也用了 其实饥饿营销的方式 所以说你得抓紧来买 你要不买的话 别人抢走了 你就没有机会了 所以利用这种饥饿营销 也能让人 就是没有办法 很理智地去思考这个问题 我到底需不需要这项服务 这项服务的 它的基础设施 是不是真的有销售人员 说的那样好 他说的 必须有高级支撑的人才行 我们六个人 因为都有高级支撑 都是国家干部 所以他把我们单独 叫进那个小屋里去 第一个先让我们填那表 填了表以后 他给签了字 不是说你谁都能进去 能是上当的 上当的特批的 对 上当的特批的 他要审查呢 张立吉亲自的 然后给我们领到那屋去 张立吉就坐在那了 跟你和他们计刑员一样 可批 他批了以后 你才能够叫丁丁 在他请你批 提高门槛 让你会觉得 您买我们这东西 除了我们的服务以外 你周围的这些 老伙伴 老朋友们 他们的素质也挺高的 这就让人更容易去 去买他们的东西了 就是连办卡 连加上这个活动是吧 至少也得30万以上吧 多的时候呢 多的时候100多万 当时我在微信群里面 就是某一期 五天四夜 然后公司的一下战绩吧 就是办20万的卡几张 10万的卡几张 5万的卡几张 卖了多少保健品 总共业绩多少 大概就这样的 是那种内部的一点 对对对 为什么要发现这样的 就是告诉大家 七里员工 但是你会发现 这个商家 它是从组织旅游开始的 整个真的都是旅游的行程 这样的一种销售模式 相当于其中利用了 一个熟人效应 也就相当于销售人员 和叔叔阿姨们 其实已经打成了一片 已经变成了 从陌生人变成了熟人了 所以说他们接下来 去销售的时候 他们的话语的力度 要比真的是第一面 就开始对你销售 力度要更大很多 不打针 不吃药 候鸟养生 到底怎样 都饿晕了 最后都急了 是销链发青 两皮 众老人为权 结果如何 平安365正在播出 五天四夜的活动结束后 工作人员会把报名 候鸟是养老的客户 专门送回家 上门补收尾款 五天回来以后 三点多到家了 把行李抗假了 四点多就到工商 银行 取了钱呢 给他跪过去了 晚上就 闺女就回来了 我说我们真家一活动 到海南也好 到西百坡也好 但是要交五万 我们就给人交了 回来呢 我姑爷跟我那个 姑爷那时候还没机会 就是那个 跟我们说 妈你强当了 骗人的 这是陷阱 当时我一点都不信 因为我说 这不可能啊 我跟我闺女们俩就吵起来了 我说你们不相信我 列车运行前方式 古楼大街站 一多星期以后 我才琢磨这事儿 不对劲 然后周六呢 我爱到古楼去退钱去了 我一家秦源的 现在不在这公司了 说他你等会儿 我给你解决 七天以内 我给你解决 到了第七天以后 他说退不了 我就拖着你 退不了 他就就是说 你这个什么叫 签合同了 有合同在 他说你按上哪 到哪告去 我们也不怕 我们有律师 按照合同规定 没到约定时间 钱不退 但是当一年后 老人们找商家 来退保证金时 结果却让老人们 气愤又无奈 2015年的1月11号到2月4号整一个月 在海南岛一个养老院秀养了一个月 整一个月 这一个月 江里基 倡导的叫素食养圣 素食养圣什么呢 一日三餐 没餐就是一大盆圣菜 西红石 荒果 杨拜菜 一些什么 老姨们一个月下来 是销帘发青 两匹发炎 有些老太的饿 都饿晕了最后 都急了 说你也不让我吃东西 我真死在你这怎么办呀 后来最后慢慢就给上点什么红薯 上点什么老玉米这样的 才给了点 感觉上当受便 但是没办法已经去了 硬着头 你就熬到一个月以后 等着这一年以后呢 就想要这五万块钱 等到了一年以后去找他 他就说经营不好 这钱不能给 到了2016年的1月份 我就一定保证就到期了 我就 我们俩就到那个 他的公司总部 那个劳债员 去找他 找他向你 要求欠 将来就说说 哎呀 现在没有钱 还不了 你们等着吧 等着吧 当时还挺可以 对不起 对不起 没钱 后来一看 春节快到了 咱们别比他太紧了 放他一马 锅了面再说吧 我们就回来了 过了面 过了是我们是吧 正月是吧 又到了那个劳债员 再到劳债一看 是硬区镂空 老人们去石井山税务局 询问得知 张立吉的人寿康员公司 在13年的时候 就存在着异常的经营 但是老人们 却一直蒙在鼓里 实际控制人是一个 一个人的这种相关的案件 就说这三兄弟呢 叫张立吉 这三兄弟 他们注册了 2016年3月15号 也就是去年消费者权益日梳理的 他们注册了37家关联公司 在这之后 他们还在不停的注册公司 到现在至少有40家以上 那这些人干什么呢 他注册很多公司 用不同的公司 收老人的钱 各种民众 这些钱在签订合同之初 就没有进到这些公司的账户 而是进到了很多个人的账户 不知道是谁的账户 所以这样呢 就是导致了一个执行男的问题 5月15号又判申诉 然后呢 过了15天 我就申诉去强制执行 到了15年的那个年底 给我们那个 就发来的通知说 他公司没有那什么呢 没有房产 没有汽车 没有可执行的东西 我在办理这个案件过程中发现什么呢 就是这个 胜诉容易执行男 为什么这样说呢 胜诉 最后只能告公司 因为最初的时候 我们想揭开公司的面纱 把他的实际护士人 把他的鼓动一起告 但是法院认为呢 这不属于同一种法律关系 说你们可以在执行阶段 可以在什么阶段再想办法 所以说呢 最后判决老人拿到了 这个胜诉判决 但是拿不到钱 现在呢 正在这个身体潮汁之间的阶段 你看他 他还在讲呢 还在讲呢 我们在石发洞那个地方 还在那个 继续办这个事情 对对对 我现在要说什么 张立吉 张志吉进去了 但是他们这些底下的人 还在继续活动 而且我跟你说 不满 我不是说每天 就是两三天 一个星期之内 我最少得接到两次电话 他们仍然在活动 按照老人们介绍的地方 一早六点半 记者就来到 位于墓西地桥附近的 国宏宾馆 七点钟 陆陆续续的 有五辆大巴车驶来 记者看到 老人们提着行李 成群结队地 匆忙上了大巴车 2019年5月9日下午 在轻盈高速机场段 一辆小货车 因车辆故障 协挺在了应急车道 和行车道之间 不料 后方驶来的 另一辆小货车 却静止撞了上去 由于抛锚小货车驾驶员 逗留在驾驶室内 且未解安全带 追尾发生时 他被直接摔到了车外 意识一度模糊 交警经过调查得知 事故的发生 是由于后车驾驶员 在行车途中使用手机 而前车驾驶员 未按规定 摆放警示标志 并在故障车辆内逗留 也是造成 他深受重伤的原因 平安365提醒广大驾驶员 开车上路 切莫分心驾驶 如遇到车辆发生故障 要在来车方向 150米外 设置警示标志 同时车内人员 需撤离到安全地带 防止类似事故的发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